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08年 世界雨联超级系列赛之一的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这次比赛是9月24号开始 在江苏常州进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子丹打的第一轮 这场比赛是由马来西亚的哈菲兹 迎战印度尼西亚的陶菲克 现在两名运动员还在场上练球 两个人在近一段时间 就是奥运会之前到奥运会这段时间 他们整个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理想 哈菲兹是没能获得奥运会的参赛的资格 所以他奥运会没有参加 陶菲克虽然和队友索尼一起参加了奥运会 但是他第一轮就被马来西亚的黄宗汉淘汰 一般在一届奥运会结束之后 都会有一个运动员的调整一个周期 但我们看到这两位老将 特别是陶菲克他在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之后 这次大师赛仍然活跃在这个赛场上 好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这次男子单打的抽签当中 中国的主力是鲍春来和陈金 担任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中国的林学斌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现在您看到的是2008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子单打的第一轮 这场比赛是在画面上方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印度尼西亚的陶菲克 迎战在画面下方穿着黄色运动服的马来西亚选手哈菲斯 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这两名选手分别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 东南亚选手呢 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是技术型的 像陶菲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 往前的控网抢网能力都很突出 手腕上的变化 很多 而且他的步伐也非常好 他的对手哈菲斯尽管身材非常高大 有一米九零 但是呢哈菲斯也是一名技术型的选手 由于他身材很高 所以他在后场下压的时候 他利用点杀 那种球下来落点都非常尖 给对手威胁也很大 从比赛一开局来看 两个人都是打得比较稳 因为两个人也都是老队员 比赛一开始速度并不是打得很快 而且第一轮上来 两个人还需要适应一下比赛的场馆 这是大师赛第一次在长洲来进行 这个场馆 根据运动员的反应 像丹麦的女丹的名将拉斯姆森 也认为这个场馆的条件也是非常不错 哈菲斯突然一个变速 刹直线之后上网扑刹 将手在往前 回放往前的时候 哈菲斯要求质量太高 这个球向外的太多了 他是想搓得更靠近边线一点 但是这个球控制有比较大的偏差 这球 陶菲克反手再往前 推对角线 球的弧度不够高 因为我们提到了 哈菲斯的身材很高 他也一米九零 所以在推他的头顶底线的时候 球的弧度一定要过他的头顶 好球漂亮 陶菲克的往前是他的这个比较拿手的一个技术环节 尤其是当哈菲斯这个球 当他想搓得很贴网的时候 由于他的这个技术呢过于明显了 所以陶菲克已经提前有所判断 回放的质量 很高 刚好是一个滚网球 头顶点下斜线 这是陶菲克的拿手线路 现在从开局 感觉还是哈菲斯呢 他给陶菲克的压力不够大 陶菲克在场上基本控制住局面 想攻就攻 想控制就控制 这球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哈菲斯还是控制陶菲克的头顶区 但是陶菲克的头顶区进攻呢 今天发挥的不错 前面有点杀斜线 这个球点杀了一个直线 通过这种落点的变化 让哈菲斯在判断上也是出现问题 哈菲斯这个球打得不错 在揭发球放网之后 判断对方会回放 哈菲斯是在往前抓了对方两个回球 陶菲克的一个主要的战术 就是通过放往前 他的控制往前之后 迫使对方挑起后场高球之后 他来下压进攻 出击 批杀好球 这个球哈菲斯就打得非常的巧妙 他在起跳之后并没有中杀 而是利用批杀一个斜线 这个球很轻 然后球过往之后 他的落点就非常尖 尽管球速不是像大力杀球那样快 但是陶菲克接起来比较麻烦 7 8 卡菲克反拍平抽 比较突然 他的反拍技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 反拍在底线过渡的能力比较强 然后他还有反拍的一些抽压 这时候杀大队角 结果出界 拖顶滑板掉直线 再放往前 陶菲克再突击 好球 这种球是陶菲克很拿手的一种打法 他的速度很快 通过不断的抢往 然后对方挑起来之后 他再下压 主动下压进攻 整个场上的速度连接 节奏非常快 而且他的步伐好 所以前后场跑动范围 也保证了他这种连续进攻 上往的能力 好球 正手底先掉一个对角 卡菲兹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他其实也是一个技术型的选手 手上的变化也很多 头顶杀的质量不高 对方挡一个对角之后 自己上不去 我们看到另外一边场地 是中国对男子单打的一个年轻选手 陆启成 我们在